孟赫棠曾发文感慨 看到于谦老师变老的样子 泪意如雨 心中说不出的滋味 出生于1969年1月24日的于谦 如今已经53岁了 不知怎么回事 于谦老师显得比别人老 皱纹格外多 虽然郭德纲和于谦仅仅相差4岁 但是看上去于谦老师更鲜老 郭德纲却显得嫩一些 近日有网友晒出 郭德纲与于谦一起排练的视频 引起网友的关注 而于谦拄着拐杖的状态 不禁让人担心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 让谦大爷注意身体 视频中郭德纲 于谦应该是在排练 两人拿着自己的台词本认真排练 站在远处的郭德纲 身穿黑色短袖 神色如常 而于谦老师全程都拄着一根拐杖 不得不说 这貌似是于谦为数不多 显示出比较雷弱的一面 这根拐杖的来头肯定也不小 不过网友们更加关注的 还是于谦的身体状况 这并非是网友大惊小怪 而是因为这几年 德纲社诸多演员都相继得病 比如郭德纲 郭麒麟 月云鹏 张赫伦等 身体多少有些小毛病 去年月云鹏动手术 吓坏不少观众 好在有惊无险 由此可见 看似光鲜亮丽的他们 背后不知曝出了多少辛劳 如今于谦都53岁了 平时又喜欢抽烟喝酒 难免引起大家的担心 但是从视频中来看 这根拐杖应该是演出时的一个道具 从视频中于谦台词的语气来看 应该是饰演一位老人 而于谦在舞台上走位时 拐杖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反而精神十足 非常投入 非常卖力地在表演 所以很多网友猜测 拐杖只是一个道具 而且于谦老师在下个月 还有话剧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 如果身体出问题的话 肯定也会提前通知 所以网友们也打消了 于谦老师身体出问题的顾虑 其实近年来 郭德纲和于谦真正出演相声的场景 已经不再多见了 这两个早在2000年就相遇的老搭档 绝对是目前国内相声界当中 最默契也是最优秀的搭档 一个捧跟 一个逗跟 他们两个人的配合称得上是天衣无缝 不过他们近些年来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 不再是一位追求在舞台上出演相声了 回顾这些年 德云社其实也曾自导自演了一些曲艺笑剧 比如天津卫春晚的满床物 风箱演出中的大西箱等等 都给观众留下了不少舞台印象 也给此次翻演窝头话剧奠定了基础 不知道郭德纲 于谦会在话剧中 踏出怎样的火花 郭德纲又打人的场景是否会再现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